你拆射於光鮮 快點啊 妨礙地球磚 我不想在那裡做個案子 馬鈴佬的環境都適合我 最近Youtube有個外國人 用流利的廣東話介紹沙丁牛麵 引起很多網民的討論 滿香港的味道 失望湯 失望湯 這個肉質我覺得是不合格 很多人都以為他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扮鬼仔 但其實來自澳洲的他 只是在香港生活了四年 來之前靠看Youtube和查字典 自學廣東話 最近還做Youtuber 用外國人的身份 介紹香港地道食物 我叫做Brandon 中家朗 問外國人 永遠都是很正面 這個地方肯定不是完美 甚至是差過其他地方 但是呢 有些怪我還沒喜歡 別人還沒做到的 出發版重生活 我是最本地的 不本地 就是拖地 那我沖上啊 買菜 或者在家裡煮東西 會來這裡 新鮮很多 在超市就很廢 Brandon四年前來香港 讀Master 進修CS 在澳洲土生土長的他 身邊一直都有些澳洲大的香港朋友 而他對香港這個地方 和廣東話的認識 就是跟他們接觸之後聞牙的 剛剛送一束蔥 在澳洲 買什麼都是買什麼 真的不會送菜給你 所以我挺開心 這個是答案 這個是答案 這個是可以吃的 對吧 這個是借來的 喂 麻煩你 你有沒有飯事業 如果我買兩閘會不會便宜一點 買可能一閘 一閘 那可以了 因為我有時會加些蠔油 中文弄得很漂亮 所以說得很漂亮 但是 小時候已經看過 港產片 周潤發 星夜 香港上的氣氛 就很突然 很帥 那時候我真的不懂聽 一定要看節目 從上溫笑 天氣不似與其 但宇宙 終於飛 我自己喜歡飛機 加起來是在澳洲拍的 在一個很熟悉的環境 有整班人講講普通話的 很可愛 那我特意一個歐系的語言 我很想試試學一個亞洲的語言 那些普通話課以外 我自己就學少少廣東話 太可愛 小男人周忌 小男人周忌 但是得意的話 他用廣東話來寫的 很多那些語氣就很出色 就是 阿 羅 加 中文的一個特點 是哪一個字 分得很切的 相對 簡單 講聽的話 其他語言 就比如法文 CELIM 並不在一起 因為覺得繁體字很漂亮 所以在學廣東話的同學 他也買了傳統中文字典 學了繁體字 連WhatsApp打Message 都堅持要用蒼蠍打口語 即是我很獨 我會去哪裡 我會去旅行 我會帶個中文字典 難怪我會有功課 那我特意用反體字寫 最初呢 我不是很想留在澳洲 我覺得很沉 那我就可以去不同的國家 但是呢 香港我覺得比較有趣 而Brandon已經不止一次 用得意來形容香港 其中令他覺得最過癮的是 這裡的人 Jell巢之王 靠死女的樣子 即是平時他會煮給你們 對 他是廚師 不如我們煮多些飯 你們平時哪個做監務 怎樣分工 各有各 我可能會負責掃地抹地 他可能會負責清廚房 即是他可能會收拾桌子 其實都不是太順利 對 即是看到他會有些爭吊 澳洲人可以開發門 給你 A 是不是很苦啊 街頭的阿嬸 街市買 自己弄 他也跟得很貼的 有看一連登 我不是 我是CG Ron 我不喜歡看柴文 很幼稚 是一個很小的圈子 例如MIRROR 他都自己看《全民造星》 我講的關鍵是什麼 他懂得看中文 有些人懂得說流利的廣東話 但他們不懂得看字 他搜尋自己的東西 你搜尋不到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 聽到人家說 之後會自己搜尋一些討論區 很久之前 對《讀L》這個題目 就覺得很有趣 我們喜歡看《姜玲瓏》 我很喜歡他很貼地 Rock歌 《自妝真》 JFT 《小樹劇》 《一百母》 當然會看《喵喵》 我想知道你本身的性格 對一些不同畫家的文化很感受 很有文化 我很有文化 對 我不開玩笑 我覺得我懂得很奇怪的東西 因為我很喜歡看《Wikipedia》 我之前差點被炒咬魚 因為我上班就看《Wikipedia》 你們平時駕駛的車駛 就是有車駛 對 對 因為他有新駕駛駛駛的車 對 這輛車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你是剛認識Martin 已經知道他有儲開公共車庭 之後才知道 有想像過你在香港生活 竟然會有一個部份跟朋友玩 很忙 我之前是很少去牛屍仔的地方 那裡是深圳 那裡是鹽田 很矮的建築物是沙頭角 你有沒有想過做導遊 其實很少外國遊客 大本地人 大本地人也是 這次馬跟他 我可以叫一個 黑蔥露玉子燒 還有一個 海子張耀燒 可能在葵裡 不是廣地膽 但我只是熟家寶 就找一些外國的朋友一起去喝飲料 他們問我 那是什麼 我問養娼會 我自己叫那班人養娼會 養娼會是會去路懶 去那些外國的酒吧 我喜歡玩遊戲 比賽 追飛鏢 或者是柴妹 打牌 哎呀 對呀 這樣 我們現在先在哪 你看看那些 兆巴的位子 你覺得你那些醋底都好像香港人嗎 沒有 我都很冷靜 不,他有時候是不明,我說什麼 我澳洲男人是非常忍得 他們有很多心事,忍得Wing才說出來 因為那些男人就很想Man一些 不要說跟女朋友有點不開心 之後他們很喜歡看球 香港人不知道說什麼Topic都可以說明星的八卦 我喜歡談很多社會的Topic 而是澳洲比較少這些Topic 另外很容易跟香港人說一些比較深層 甚至是D Talk 可能是有位香港人 這個社會有這樣的謀言 譬如很多香港人在想去移民 其實移民是一個很多層的Topic 為什麼想移民 心目中想移民的地方 跟香港有什麼差異 即是你已經探索很深層的Topic 但這個很日常在香港人說這個 但澳洲只是說 怎樣綜藏家 羊狗就很開心 對社會或者這個世界的觀念 他都不肯搖達 為何不一定知道你為未來 感慨未來些 自生會有一可能 與你共成的身分 不知道 很難 很難 鬼魯Style 鬼魯Style 一開始跟她打招呼 我跟她說英文 然後她跟我說 不要跟我說英文 那個廣東話 我就呆了 有髒口文化測試的 她應該是門訓的 那我很記得我問她 你在香港做什麼 然後她就領著一杯酒 很大聲地回答我 我做IT狗 為什麼一個外國 會融入到一個這樣的程度呢 我也問她 你們是怎樣做到的 我所有都是MK 原來她也是會打牌的 對 她比香港人更厲害 因為他們兩個 原來是不會打牌 是她的 對 真的 當然 你那時候是打機 還是你上YouTube學的 開始就是看Wikipedia 然後我就 用那些APP 我在等這些 給她一些白飯 其實她比我更多 對 她很多東西都是 我們香港人知道 但是她知道 香港很多很偏僻的地方 她也有去過 對比回她剛剛來 就是做事想事說話 會去那個速度 是越來越香港人 甚至是比香港人更快 她比香港人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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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澳洲很悶 因為你夜行也很猛 所以來到你算不算是找回 屬於你的節奏呢 有機會 由講流利廣東話 去到連思考模式 生活習慣都始終一個本地人 與其說Brandon努力學習成為一個香港人 其實她本身的性格已經和你到一拍即合 包括 那種轉數快得來又有點活該 會令人眉身微笑的說話和想法方式 我是IT9 我之前做過的地獄工 是 又一秒是有空 我就頂些事給你做 我認真想開始吃煙 因為起碼你吃煙可以有煙煙 之前我的老闆 她經常留到7點8點那些 但她都會經常在6點開會 所以最後你就轉到外觀開會 對 她們會看你的結果 能否教課 所以為什麼我就喜歡這些東西 拍片那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做社畜 綁著只是做IT9 我想真的做我覺得有趣的事情 平時會去Facebook 就是食物的話 香港雞煲 關注香港雞蛋仔 關注組 我之前拍沙地牛的影片 應該是很快就會找一個沙地牛肉麵 沙地牛麵 關注組 都是follow的IG account 是看香港的不同的環境 對 因為我之前很喜歡那些公屋 那我就有一個IG page 會拍一下那些公屋 或者那些香港那些教的建築物 Before it banish 那些招牌很漂亮 今天我來到這裡 客人的魚廚 平時會周圍找些朋友幫我拿機 因為我發現 你要多些角度 如果你要三腳加的話 那會教到很沉悶 那我檢查一下 我檢查任線 那些印牌的影片 不是因為我拍得很漂亮 重點是因為你 鬼佬說廣東話 吃一些本地的東西 就是很有趣 就是我的名字 會有那些字眼 鬼佬 澳洲人 外國人 因為我知道這樣才會有人 按進去看 雖然是很厚的 對 但是我想自己覺得 說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比較一下 外舊的港式 Fusion的早餐 和一些比較新式港式早餐 我現在來到西應盤的一間 適合年輕人的巧味 譬如他們有一些夜汁紅豆冰 雖然我之前是Sydney長大 因為澳洲最好的咖啡是Milburn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剛剛好 之後滑到 這個咖啡真的很好喝 大通港式的咖啡 是不同一個世界的 這蘑菇呢 我不知道 有沒有試過包香他們 你有沒有想過全職拍Youtube 呃 但是我覺得很笨 因為很難去賺錢 很熱烈 你看到我賤片 但是大部分是沒有什麼SFX那些 那為什麼你不利用你自己的身份 拍一些不只是香港人看到的Youtube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 撐一下廣東話的一些娛樂是很重要的 電視越來越少 就是電視劇 娛樂圈 開始製作 雖然我自己拍的東西都是偏垃圾的 但是都希望有多些香港的東西看 我就是這樣 我喜歡香港 我喜歡在香港吃東西玩 那我就拍了 有時候會不會說廣東話已經太純熟 連英文都忘記了 那些英文 不會的 但是有時候不照心就會說出廣東話 就是 What will I say today 這個OK 好吃 那些 Oh this is OK to eat 就是那些很奇怪的英文 對 對啦 So I used to live in this building just behind me which is like a kind of old school Hong Kong building 有些垃圾 Sorry Yeah so Yeah I used to live on like the fourth floor and you have to walk up this like narrow stairs to get there 對 薄張無悔就是 如果你真的準到力的話 你完全沒有後悔 其實這個是香港大學會說這句話 這個你也知道嗎 對 之前大家都是想逼香港人說英文 香港人是保留了自己的語言 自己的文化 他們是有自己的娛樂 或者是創造 用自己的文化去做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香港人 歐洲是這麼多不同的國家 就可以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語言 這裡都是想大家都是走一條路 一是說英文 二是說普通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試過衍生出來 很多自己有很有趣的文化 例如香港也有MK 可以分分 這些人是MK 這些人是港女 這些人是IABC 例如在澳洲 我們沒有這些東西 香港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文化 我覺得很有趣 MK大多數是fashion 就是pastel的短裙 加上波蟹 還有可能tank top 是最公司的一個style 由ABC是搬了東西的 假的美國口音 Hello Hi 其實有些香港人 是覺得冷敗方是代表鬼佬文化 是證明自己不是本地香港人 而是國際 他們喜歡跟你做朋友 只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你會怎樣對這些 藝人ABC 講中文 他們最討厭講中文 好像今次沒有 我看菜單 沒有看到白鳥主人 我們點了魚韻 還有西靈雞 蝦多士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沒有很多香港人 有一個共通話題 就是吃東西 因為香港人很重視吃東西 很多社交的東西 都是關於出去吃一飯 有空喝茶 澳洲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直接去酒吧 哇 這個很棒 很滑 肉很亂 這個很棒 這個很輕的 不可以比較 這個不同一個style 就是我 夠鑊氣 他嗎 要嘴一點 可以好嘴一點 跟我出去吃東西 那時候 是啊 因為我都會帶他吃一些好東西 那些豬腰 他很喜歡吃那些內臟 肥膏那些 一般鬼都不會吃這些東西 雞子不行 因為有些汁 很害怕 什麼 我只能選一個花姐 我覺得你眼鏡是極像花姐 你是否特意選那一款 因為你覺得 不是 我怎會特意選她 花姐就是 照顧你的風格 你照顧你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讓你全世界這麼多地方 偏偏會選到香港 我只能覺得很可愛 好像 有些人 你跟一個人 另一半拍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那個人很適合我 你娶了一個老婆 她不要以前那麼漂亮 可能有六張 七張東西 有很多醜物 很醜 但是你也是 跟她在一起 你這麼多年 你住一個地方 或者認識一個地方 久了 你會開始很珍惜 雖然我每一年香港 開始就差一點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是 都是很難去告別 對 再一個chorus 再一個chorus 那些高音都可以 多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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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次 也很好笑 有一次他喝醉酒 我跟他站在路上 都差點睡著 他不知道 當我是自己的家 突然整條褲子 脫了 在街上 你啊 沒有啊 你啊 沒有啊 這個完全沒有發生 他最好笑 我以為那些外國人 在這種情況下 應該說 但他卻說 很自然地說